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菩萨上师演讲的一些个别的内容跟大家说了一下 一个是《大圆满前行》当前藏传佛教当中的一些位置 然后《大前行的重要性》 还有讲了一下对前行相关的疑问 有一些觉得不需要前行的这些想法 还有我们以后在修行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了解 实修相当重要关于在这方面讲了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然后你们不管是在理论上的一些疑惑也好 或者说因为作为一个修正我也没有很高的一些境界 但是我可能在这方面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然后经历应该我们在座的人我可能花的经历 在学院里面除了佛教的闻思修行以外 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学院的山口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 所以在这方面时间可能用得多一点 但是有时候智慧不够时间也不一定能证明什么 因此我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关于藏传佛教也好或者当前我们 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上面有什么讲义 建义 想法 有什么样都是我们可以大家沟通 探讨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适合的 然后我看你们有什么问题 就我们大家共同交流一下 然后接下来有时间的时候再继续讲课也可以 我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第一就是说佛家讲轮回 同时又讲无我 又讲空 那这里面我觉得有点矛盾 能不能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藏传佛教里面它有一种修法 叫男女双修 男女同修 这个问题我一直是比较迷惑 这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谢谢 就这两个问题也是很好 但是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讲也是很多人问过 我回答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今天给您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佛教里面讲万法空性 像《金刚经》里面也讲 凡数又想解释希望 然后又说轮回的痛苦 因果不虚 这些 但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要懂得 它是两种不同的领域 也就是说本质上面我们在佛教里面专门讲生意地 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本质上面讲 不管轮回也好 因果也好 全是空的 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是空的 包括我今天吃饭 做肉 你和我都是空的 就是从佛教本质的观点上讲 你提问题的也是空的 我回答问题的也是空的 我们今天所在的北京城市也是空的 然后再如果宽大一点的话 人间也是空的 地狱也是空的 所以从佛教圣的层次 从空性的智慧角度讲 没有一个不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和我不管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事 如果再相续去观察的时候都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这一点并不是一个佛教的理论 其实现在无理学家包括量子理学他也会承认 他也是最后就抉择 抉择到分子 理子 电子 最后到夸克 磁场到最后的时候是一种能量 博尔不是说过吗 他说 量子理学学到学到你没有到达正经 这个之前说明你量子理学没有通达 所以像无理学家问他这个差别存不存在的话 他说显现上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它是无数的威力组成的 但是威力它本体的话 他们现在也觉得它除了一个能量以外 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特别佩服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所以两千五百多年前人类根本没有包括 西方文化现在科学三四百年 两三百年 有些真正的科学都是两三百年了 这样的西方文化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特别羡慕 就是西方科技发达 但是西方科技所发明的量子理学也好 不管相多能也好他们观察的结果 原来在佛教的中观思想和薄弱思想当中 全部都这样说着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 万法包括轮回 你刚才说的是六道轮回也是不例外的 我和你居然找不到一个本质的实质的东西 那么六道轮回 天界也好 人间也好 地狱也好 都是绝对空的 那如果是空的话怎么会是因果存在 轮回存在呢 这就是显现上 这种并不是虚妄的一个现象 在我们没有通达真理之前在我们面前它是不虚的 本质上是空的但是显现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认为是一个佛教的说法 佛教说为什么万法空 为什么轮回存在 这两个难道不相为吗 很多人都这样讲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无理学家 我们佛教里面说色不依空 空不依色 佛教里面无理学家也讲品质的显现现象 它的本质应该是很多微妙的粒子组成的 这样我们对无理学家问 就是你既然品质是各种微妙组成的话 那微妙上面怎么样可以装水呢 其实他也不承认是微妙上面可以装水的 只不过它的显现去合以后它可以装水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我想 我们佛教讲释迦牟尼佛第一转法轮 第一转法轮的时候他没有讲空性 只是讲所有万世万物的存在 业因果的存在 包括轮回的存在这些都讲得特别清楚 然后到了第二转法轮的时候 这些存在只不过是我们世间人而讲的 实际上它的本体并不是真实的石油 然后讲到了抉择空性的法轮 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 那是不是只是一个淡淡的空性 现在无理学家包括两者学家他认为这是空 包括我们心的光明部分没有发现 说不出来 释迦牟尼佛第三转法轮的时候讲如来藏的光明 包括密宗法轮当中 不仅仅是一个空光是一个空的话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没有的东西就成了一个真理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讲到了万世万物它本有的法性 就是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法性这是在三转法轮 所以我说佛陀的伟大在这里 而任何一个学者他只是部分内容进行研究 但是他并没有全面的从色法到空性 空性到光明 这样的境界没有说过 因此我们要理解的时候所有的存在 这是显现上 表现上 虚妄上 我们分别念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认存在在我没有观察的情况下 我也存在 你也存在 但是你真正观察的时候入体也不是我 思想也不是我 在哪里都是找不到所谓的我 有我和无我会不会矛盾呢 不矛盾的 我们没有证悟之前会有这样虚妄的执着 所以为什么叫世俗的 为什么叫家乡呢 就是这个原因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 在显现上所有的就是如幻如梦 我们经常用这个比喻 然后第二个问题 很难看 这个 这个茶杯很好看 香味 我看前面说难看 后面说好看 这个就是中观的思想在这里 到底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自己看就可以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 其实藏传佛教当中所讲到的双修 所谓的双修的话 那天我们在香港开第二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这个上面有些人也问这个问题 当时有一个甘养全是香港理工大学的佛学会的会长 他给他做了一个回答 那个提问者他也提问了你的问题 然后他提问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只是在藏传佛教当中 应该说是很高的一个境界的修行方法 很高的一个究竟修行方法 像他的上师是牛瑞芝 牛瑞芝的上师是邓州法王 第二是邓州法王 但是第二是邓州法王 他是在家居士双修的 然后到了牛瑞芝那里的时候他说下面的弟子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然后他就没有这个传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修法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藏传佛教 实际上汉传佛教虽然没有公开的说是怎么修 怎么做 没有这么说 但实际上在佛经当中也有很多的 前一段时间我在不同的一些开示里面 引用了当时的一些经典的教证 其实我们这里所谓的男女双修它是阴和阳 知道我们任何一个法它代表着阴和阳 并不是真正的我们世间当中所谓的贪心而引起的 如果真实而贪心而引起的话 那么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在所谓的流行呢 没有的 我那天跟他们讲了 我们学院当中求学二十多年的学者 他们藏地基本上是寺院都走遍了 但走遍了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寺院当中 都有高双修没有发现过 而真正的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的这些戒律也好 有些都是比汉地的女众道场 专门学戒律的女众道场还严禁 但是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高的一种境界的做法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密宗当中也讲过 《显宗的还原经》和还有《显宗的其他相关经典》里面也说过 它的这种最高的境界 《六祖坛经》里面讲烦恼即菩提 烦恼即菩提什么意思呢 其实烦恼里面有贪心 有诚心 有痴心 傲慢 嫉妒等等 如果你说这些烦恼是菩提的话 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是贪嗔痴呢 是不好的 按照《小乘的戒律》里面讲是应该排出去的 而智慧和悲心这就是真正菩提的因 烦恼怎么会是菩提呢 好像很难理解 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世间人对男女的感情 执著 这些都是这是干净的 这是不干净的 贪心是很不干净的 信心很有干净的这样的执著 但在这样的智慧本质上实际上这两者都是不合理的 在本质上贪心也是不存在的 断除贪心的智慧也是不存在的本体上是没有这个 所以密宗当中专门讲比如说人们对人柔 对大小便 这些都是有不清净的观念 但是你到了最高的情节的时候 把它们也是可以当作公平 你没有这么高的境界的时候当然是不允许的 所以在这里断除烦恼的一种执著 诸佛菩萨在实现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想 这种想代表阴和阳 而并不是世间所谓的贪心和诚心 当然这个有个别人他并没有懂得最甚深的意义 他自己以所谓的双修 以所谓的贪心作为借口也好 他自己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可能也有修骗了 以前藏传历史上是有这样的一段时间的一些 后来在后红世纪的时候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以后 当时藏地有些行为是不太合理的 他要求所有的这些禁止 然后自从阿底峡尊者到藏地以后基本上连显现上的这些都没有 但实际上我们要排除男女之间感情的执著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现和空的一种代表 因为一切万般我刚才讲的一样 心的本体是空性的这种叫智慧 这种本体可以显现光明 这个叫做方便或者说是大悲 空性代表父母 现现代表夫妇 夫妇和父母 我们世间人来讲这是男女 营养 一般来讲生活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成分 它的一种构成 在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场合断业 高地业 我们这个世界它完全是一种对立的世界 那代表它实际上在显现当中是有这样的形象 但实际上它就是代表现和空 然后本质领悟的人来讲没有任何执著 所以它是一种很高的很深的境界 但这个我以前讲过几堂课 这里面引用很多汉地的 包括以前翻译的 很多人也是依靠 包括这方面的修行不仅仅是在藏地有这样的 汉地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甚深的教言 大圆满的传承组织里面有一个叫希勒森汉 这个我以前也是听到这个在佛宣的时候 反而如意宝讲 他是好像是西安一带的人 一个汉人 那么他下面就是排到了这个梁花生大使 那么这之间的传承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形成这个相续的 是不是这个讲的如来密遗传和痴密表示成还有普特切勒传 那么这三种传承里面大圆满注重的是哪一个传承 这个昔日圣满一般很多上师的口诀和教言里面说是汉地的 这一点龙青灵地有一个叫做很广的龙青心地的历史 他历史里面说希勒森汉是扎西吃过也叫做吉祥门 吉祥门在一些古老的资料当中说过它是西安 然后但是我以前也翻阅过一切关于西日桑埃遥和汉地的一些历史 因为大圆满主持的这些年表基本上是相关的 包括嘎尔多杰和布曼木扎的年表它并不是很像的 布曼木扎因为梁花生大使 梁花生大使一起来藏地的这样的话大概可以退 除了这个以外并没有特别详细地说是在汉地的那一个城市 虽然在相关的一些历史当中也说过希勒森汉是什么城市的 但是真正现在针对那一个的话 恐怕可能除了一些个别上师的眼角以外 真正要寻找的话有一定的困难 大圆满一般来讲这三种传承都有 不管如来一传也好 慈明彪日传 菩提迦路二传 包括我们大圆满龙青心的前行 这个前行后面上师瑜伽的前面都有不同上师的传承 传承都讲了 然后我在后面也做过一个传承上师的整个一些图 这个图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尼玛派修五加行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进行大礼拜 那么像比如说萨迦派这样里面 并没有特别地强调大礼拜 那么在两者教派之间修行的道路上面 是不是大礼拜是可以忽略的呢还是必须要的 这个是这样的 如果你修尼玛派就不能忽略的 一定要修 如果你去萨迦派不修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每个医生他开的药房 我今天早上为什么用医药来差别 他开的药室他的配方当中一定要加这个 所以你要修按照普贤上师眼角的这个传承来的话 即使你是萨迦派你最好是修完 然后如果我去修萨迦派的一个 包括三续引导纹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法的时候 我是尼玛派的话我既然要依这个法的时候 也不修也是按照他原原本本的窍诀来修持 都是可以的所以在我们修行当中有些法里面 比如说包括你丰门明点的时候 有些法的精美在右边有些法的精美在左边 有很多不同的修法有不同的修法的时候 我们看到底你要一直拿一个仪轨 你要一直拿一个法 那么今天我把萨迦派的四夹行修完的话 那不一定我要修大礼拜 你把萨迦派的其他的夹行全部修完 然后我要圆满尼玛派的这个的话 那么尼玛派的这个也按传承主持 和传承的仪轨当中的要求来修完 所以我想这是也没有矛盾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强调 你也不能修 或者你这个地方强调你必须修 你非要在萨迦派的夹行当中加一个的话 恐怕是不合理的 我今天为什么讲各自传承为主 你要修的时候你要传承为主 但是像我们尼玛派一方面说修夹行里面的磕头 磕一次头的功德非常非常大的 再加上我自己特别建议要求他们修夹行的时候 一定要磕十万个大头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磕十万个大头的人总是有点傲慢 本来是磕头它是一种傲慢的对治 所以你磕了十万个大头以后好像很谦虚的 很能对治烦恼的 自己总是觉得相续当中的所有 我在诸佛别人不在面前已经磕了十万个大头 还有什么傲慢的 所以他一般讲很虔诚的 所以有些道友他们不管是修那个教派 问的时候我就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凡夫人还是心里有很多的傲气 在诸佛菩萨面前你既然当一个佛教徒 先把你所有世间的价值观全部放下来 向诸佛菩萨传承上身 就五体土地供进去磕十万个头 然后接下来过后 你就可能真的相续就跳入起来了 就是比较合理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 《大圆满》里面就是有心部和戒部 还有窍诀部 然后很多都是需要接受灌顶 然后不公开缠绵 就是或者说不能去随意地看这些经文 否则的话就是犯这个道法罪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面流畅了很多 尤其是大圆满尼玛派的教材特别的丰富 然后这里面就是我看好多都是翻译了很多经典 都是尤其是大圆满经典传承这一块特别的丰富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进行过五家行和上师的开许的话 是不是这个行部和戒部以下是可以去看的 然后窍诀部是按照居原的上师来决定的 这个都是没有 我想大圆满虽然现在我们翻译的有一些流通 当然我原则上师我所有的密法既没有上网也没有真实流通 昨天晚上的时候这边有几个出版师给我谈 就是说他们要想出版一些密法部分 我说暂时不要紧以后再说 但是我们学院里面的个别德国传承的人 为了方便给他们赢过一部分 赢完了以后我们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一所报名大家都要去抢 一说公开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听 我跟他们说前行完全公开 但每次前行接受的人很少 然后密法的宝密包括六中阴 上师信弟 还有大黄黄 但是很多人偷偷都包括在乌侯寺那边都是有很多人在卖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这样想的 法本虽然有些人看了但是真正的灌顶也好 家行也好 还有上师的传承这些没有得到即使你翻开了法本 但是真正的法意不一定进入到你的心间 因为这是一方面有护法生和很多的守护 再加上你也没有经过一层一层的守护 你即使翻开法本 但我也看到很多人虽然翻开了法本 里面的法意并没有了解 所以我想一个是 虽然法本可能很多人看了 但是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 因为这个佛法其实也并不是说 因为你看了一个法本你就翻了道法罪 也不是你看了这个法本以后 刚才他问的一样什么双修 什么相符 这些本来是很甚深的 你没有一定的基础他不会懂的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打好基础之前 你产生邪见的话 这就是犯大法罪的界限 所以一般来讲不会有这方面的过失 再加上我们密法当中也没有说 或是戒部和行部之前或者大圆门之前 你随便可以给别人看 也没有这么说 最好这个密法还是比较严格保密 虽然我们现在网络信息时代 保密起来很困难的 但是你尽量地去 只要你保持一个保密的态度 他的价值应该是更加殊胜 你好 堪棚 今天有幸听你的开示感觉很激动 我在看咱们这个菩萨 这个普贤上师演教的时候 有一段我不太明白 然后那个金刚萨托里边 这个念诵这个百字明的时候 有一个立体观想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观想它 这是一个 另外他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文字呢 我不知道我们念诵的是不是就说 那么准确 用这个汉语是不是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话 能不能指引我们唱诵一遍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就是 布公内大行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积累资量 他有一个讲这个曼查罗贡 有一个三十七啊 还有一个这个新曼查罗贡 这块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说 他有没有这个地点要求 和这个摆放这些贡品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次序 应该怎么摆放 请您指导一下 这样子这个金刚萨托里面的这个观修的话呢 就是其实它是这个立体的 就是中间有红子 其它是围绕着就是立体形式的 这个并不是很难的 我们任何一个观周轮的时候 其实它是比如说中间是红子 然后就外面旋转是这样的 我查查一下应该是从哪个方向去 它这个立体往哪个方向走 对 它是这样一般的幼旋转 幼旋转 对对对 这些人幼旋转这样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旋转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金刚萨托的观修 刚才你说的曼刹罗 我们一般有个曼刹罗的时候 其实它曼刹罗有两种 一个就是所修曼刹罗 这个是一般放在佛堂那里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所修曼刹罗 真实供养的曼刹罗 这个曼刹罗实际要用的 用的时候你先用三十七堆的念一遍 然后一般都是供一遍 然后万能以恶你用三十满者或者七堆满者 因为这个要记书一遍念一遍 开始记 开始记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要求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地 先做一个完整的供养 然后其他一遍念 比如说你那个四句 那个四句一遍念一遍查这样就可以 这个可能是到时候 看见别人修曼刹罗的时候才清楚 第一个问题 那个立体的观想图 这个能不能帮我们唱诵一遍 我用汉语行不行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文字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稍微可能有一点 但是没有什么 我想问一下 现在网上有一套 他能提供给你三地观想的一个视频 我也正在 但是也不熟 那我们是应该看着这几个观想 以西彭祖坎坊还是他们谁做的 有个金刚萨埵的三地 所有的雯班子萨埵 红花还有白子民 全部的白方都是在那里面有 你看一下 那个上面应该有一个金刚萨埵 他当时做的一个三地的 一些干部天天说他花了好多钱 天天说是这个做的 这个是法王如意宝发掘的 就说他传承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吗 也不是 其实金刚萨埵我们明天也可以讲 就是在汉地的汤密和白子民 包括汉地的金刚萨埵白子民专门有这个功德 在我们藏地好多年了一直是 在好几百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念 可能是弘扬到汉地应该法王如意宝时候是比较特殊的了 以前很多汉地虽然白子民和功德在汤密的大藏经当中 我原来犯过 犯了以后里面有很多金刚萨埵的修法 和金刚萨埵里面说的是普香王佛 这里面的修法还有白子民的修法在汉地里面有 但是并没有那么光红 应该法王如意宝大概十几年前说 我们这个学院专门针对给汉地 度化众生的一个法会叫金刚萨埵法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汉地各个道场里面 就是就提倡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一念就会就困得要睡着 是是业障吗 怎么对质呢 困得睡着的话呢 特别困 刚才我看一下 我的昨天特别困 我想是不是世界无日的原因 所以这个没什么 顶礼刊部 我想问几个关于业的问题 就是有雇作业和不雇作业 在果报上有区别吗 雇作业是故意做的是吧 对 不雇作业就是你没有造作的情况 不是很故意地做的那个 有区别吗 这两个 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按照所谓的业的话 业报刹备经和举手论以及阿含经 这几个经典的观点来可以了解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故意所做的业 应该说是果报成熟的时间也快 然后他所成熟的这些 不管是做善事也好 做恶事也好 他的力量非常强大的 然后无意当中做的话 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 可能无意当中在脚下猜虫啊 或者说比如说你发愿吃熟 然后无意当中有一些肉进到嘴里去了 那么这些虽然它是一个很轻微的罪 但是没有很严重的罪 所以我们在戒律里面比如说杀生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是你故意想杀的 这个是一个前提的条件 如果本来想我想某某假的人 结果我杀义的人或者病的人 因为没有真正想杀他 杀到别人那不会犯根本戒 所以这个故意和无意在我们佛教应规规律当中 还是起到很大的差别 还有就是之前没有学佛之前 然后你有时候会帮助一些人 那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伤害了其他另外的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是产生业的 那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 这样的业障去忏悔就可以了吗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你要害他人的心是没有的 你心一心一意想帮助他的 想帮助他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我帮助别人让他做好事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害其他人 或者甚至我有时候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在想 比如说有些贫困学生他非常可怜的 我没有帮助他好像他没有智慧以后没有成长的机会 有时候我以前帮助过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他成长以后特别坏 他什么样的他利用他的智慧来害很多人 但是我有没有过失呢我肯定没有过失 因为我完全都是用利他心我从从没有什么 但是他做的害对他有害实际上跟我不会构成罪 我自己是不产生业的 对 我不会产生业应该就是他来承担的 因为我完全是对他好心好心不会有恶报 这个是从我的行为也好 我的心也好 一般造成业的话它一个是行为 一个是心 但是我的行为和我的发心都是想帮助他和利益他 从中我没有任何恶的 就是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发心点来判断 对 所以我们前行里面说善恶形象不跟随 善恶的意乐更重要 智悲光尊者前行前面有一句话叫做 善恶的意乐很重要的善恶的形象不重要 最后一个就是说让人生起这种欢喜 清净之心 是因为这个人的魅力还是因为这个人的业力 因为有一些人他并不是说那么的帅或者漂亮 但是你就很想亲近他 是因为这个人的业力呢还是因为他的魅力 既然他没有魅力也不可能是一套有魅力的观念 开玩笑 这个可能一方面也是一种因缘吧 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比如说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好像是以前认识他 好像这个人是很清洁好像是这个人对自己特别特别的亲 这是佛教的相关论典里面讲的话它是一种因缘 但是这个因缘有两种一般来讲一些 可能高僧大德真正的善知识对他们的欢喜也好 或者说对他的执着心其实跟前世有非常大的关系 前世很有可能 我们世间人经常说的是你欠了我 我欠了你 因为他可能自己也许有共同发愿 比如说诸佛菩萨面前共同发愿 我们生生世世共同发愿的话 这一世见到的时候自己有不同的感觉 很有可能前世互相都是有敌对的 如果有敌对的话即生当中见了他 也许可能表面上是很亲切 但实际上互相都有一种债务也有这样 所以这个因缘应该一学到俱世论因缘品的时候还是很复杂的 因此我们在即生当中的很多特殊的感觉和特殊的意乐 实际上确实还是有很多生世有关系的 我最近翻译一个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很伟大的一个 叫做蒙吉尔托杰天法派 尼玛派的一个大德 他能回忆自己两百个世 有时候变成狗 有时候变成动物 有时候变成人 反正什么样的过程都有 他每一个过程他跟他这一辈子的上师乔美仁波切 那个乔美仁波切他们两个有好多生世的关系 有时候乔美仁波切变成一匹骂 然后他自己变成一匹虾骂 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关系 有时候他往往看到这个业确实是很可怕的 包括我们即生当中所遇到的这些 也不一定是无缘无故的 有很多的因缘聚合 因为看到这个专辑以后很多人可能即生当中 比较亲切 比较特殊的感情也好 特殊这样的关系还是有很多生世 我当时就变翻译变 我现在只翻译了一百多个 但是这个故事很短的 每一个里面他没有像《百业经》一样一大长遍 没有这么讲他就简单地说 他当时变成什么样的我当时变成什么样的 当时他是怎么死的我是怎么死的 简单地这么一段一段 当时他好像只活了二十岁还是十几岁 那个时候圆寂了乔美仁波切他的老师 但是他从小的时候就能开发很多很多的仪轨 所以我们现在白玉派的那些大德们念诵的 全部都是门吉尔多戒的仪轨 他是天法派 我们现在藏传佛教尼玛派里面有个小派 那个派里面天法派的创始人 然后乔美仁波切当时是他的老师 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一看到特别奇妙 所以你刚才提问的可能不管是上师也好 其他人也好有一种特殊的 应该跟前世的业缘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业缘具体是什么样呢 可能跟具体的情况来抉择 谢谢 谢谢 然后最后我们就代表班上就再次请明天 可以去五名佛学院 然后听看部的课 谢谢 我最后还有个问题 这个 现在很多这个汉地的这个弟子 然后就是有一个困难 就是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上师 因为这个上师的话 刚才这个陈陈讲的那样 有一种是我自己认为是这个剧原上师 就是你看了就是你自然就想亲近 然后呢你也不会去分析他的才华 也不会去看他的这个项目的专业程度 但是呢就是他特别对你有吸引 那另外一种这种上师呢 就是你要看他的戒行 你看他的这个修行 还有呢就是这个一些他的历史背景 那这种情况下像现在内地的话呢 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师傅比较合适 因为戒律特别严格的这种师傅呢 就是确实不太好接触 或者说他大多数给众生带来的那种形象 就是说非常的保守 那么又有才华 又有戒律 又有实修的这种俱全的呢 就是又不太好找 一旦他有这个才华以后呢 就他可能会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 然后戒律上呢 就是相对来讲非常的开放 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师傅是 当代是比较合适的 嗯 这样的第一个刚才那个现在汉地居士一知善知识 到底是一知开放者的上师号呢还是保守者的上师号呢 哈哈哈 保守者不好说 开放者也不好说 其实这个应该我觉得比较简单 一个是按照藏传佛教里面的任何一个显宗密宗的经论来说 先观察很重要的因为上师没有观察的话 确实也是比较麻烦 现在很多人也是刚开始的时候跟上师之间 刚才他问的一样特别亲切或者特别有一种意识冲动的感觉 但倒着倒着后面的时候也有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包括刚开始对上师很有信心的 后来弟子的信心也变了 上师的加持也变了 两者之间甚至发生一些大的冲突 矛盾 弟子也肆无忌惮地开始诽谤上师 这里不对 哪里不对上师也说这个是破誓言的 他如何如何现在很多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的 但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主要是先没有观察上师的原因 如果观察上师一旦你移植了以后应该说是不会退转的 即使上师显现任何一种形象也不能退的 这是显宗密宗里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不仅仅是密宗当中包括显宗的华言经当中 也是有特别明显的一些记载 所以我在想我们一般来讲寻找上师最好还是先可能 找之比较保守的这样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如果能找得到戒律 清净 智慧各方面 以后我们众生很多分别念 分别念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对上师很有清净心 但到最后的时候不知道能保持自己的心 这个事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现在很多人可能这样的上师确实也是比较难找 我们在藏地的一些寺院里面有很多戒律 清净的大德 但是他们一方面可能到汉地去的机缘也不多 即使去的话语言也不同 然后即使语言通的话很多汉地弟子的性格也并不是很相合的 因为有些人他不需要佛法 只需要跟他亲近 跟他打打瓜 说一说 平时有一些世间的简单的沟通他特别喜欢的 一些很严肃的包括佛法上很严格的修正规律 他也不太接受 也不习惯有这种情况 在这个时候按照严格来讲 还是最好一个人有比较很严厉的一个上师 经常敲打你 经常来监督自己这个是非常需要的 但这个现在来讲可能不是特别的容易 不过我想有些上师们他还是有三巧的方便方法 有三巧的方便方法 行为上什么样都也可以看自己的信心 看自己的信心如果能接受的话 一些开放的上师也是比较合理的 这样的话比较放松 但是要长期的一个善知识 确实是最重要的他的行为不是很重要的 应该是要佛法 我以前一直看到过一些弟子 他们对上师特别依赖 就是特别上师也对弟子特别关心 但是有时候是无常 到一定的时候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 也并不是特别的那种 到一定的时候上师好像对他也最后冷漠起来了 弟子他自己也是自愿的 离开上师 但他离开上师的时候什么法都没有学到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 因为在移植的过程当中他只是移植他的一些行为 移植他的一些微笑 移植他的一些简单的行为以外 真正的上师行为当中的密法 他真正的法不当当他真正离开上师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学好多年都是一直跟着他 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学到 很多身边的人对他比较担忧 觉得以前认为对谁都不放在眼里 觉得自己的上师很好很好 那现在他自己好像世间的感情一样 对上师的信心都变了 一变完了以后如果在上师身边的时候 他学到了一些佛法 那么他既然离开的话 但这个法一直伴随着自己也可以 虽然佛法当中不能要求离开或者舍弃上师 但是如果他学到法也可以 最后法也没有上师也没有很悲惨的 所以我都是建议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师 最好在佛法方面结缘是最重要的 其他世间的感情也好 师徒之间的感情很有可能到一定的时候无常的 我们人的心态很容易变的 这一段时间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 过一段时间我不太愿意穿这种衣服 我就穿另一种衣服 所以我们人的性格其实并不是不可变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一些佛法 这是可能你拥有的就是真正的价值 我对坛宗比较熟悉 这个佛陀在这个03年花一笑 然后就一代一代传给家业 传到28代到了传给这个达摩 传到我们的一走二走 三走四走一直到六走 这个传的这个传法都很清晰 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圆满前行 或者是说铺强上司严教 这个是不是佛陀亲自传的 他这个传承头是一个什么 是后面的你像是巴图仁波切 自己按他的上司的这个去总结的 还是佛陀密传下来的 有没有一个清晰的传承头 是有的 我们这里它是有显宗的教言 还有密宗的教言 那么密宗的教言的话 都是按照普贤王如来 其实普贤王如来是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的 在清净的众生面前显现普贤王如来 还有金刚词华生我们经常说是佛有十二个大圆满祖师 十二个大圆满祖师当中其中一个也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从释迦牟尼佛一直传达 释迦牟尼佛所传授的大圆满的密法方面有两种 一个密法像《十论金刚》《文殊真实明经》 这些都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给部分传授的 还有一部分的密法佛陀收集 在过了二十八年以后有国王扎给大家传下来 也有一部分有莲花生大师和布玛门扎传下来 佛陀也有收集的 所以他这样的传承 我们尼玛派最近我翻译了一个 第二十灯珠法王的藏密佛教师 这个藏密佛教师当中先从释迦牟尼佛 然后二乘露庄严 一直传到现在大圆满的所有传承的故事全部都讲了 我最近刚刚翻译完 以前是刘瑞芝和他们翻译过 但是这个比较难懂全是古文 所以这个里面从显宗到密宗 尤其是大圆满什么样的诸诗传达了 现在结果可能有二十多万字吧 这里面比较清楚的 他们有一种说法说 佛陀初传法论的时候讲的是小乘的佛法 二传法论的时候讲的是大乘的 《般若经》这一块 三传法论的时候传承的藏传的密传的这个 这个全面是不是三传法论的时候传承了金刚成就了 但这个说法基本上应该可以这么说 确实第一传法论是小乘的四地法门 然后二传法论讲薄弱空性的法门 三传法论虽然没有直接说藏传或者密传 没有这么说 但是三传法论当中作重地讲到 我刚才说的一样如来藏的光明部分 这个光明部分在显宗当中比较隐藏的方式来讲的 然后到了密宗里面 它是比较明显的直接的方式来宣说的 所以在这个之间第三传法论的时候 着重围绕如来藏 光明或者清净刹土 包括第三传法论的解释 后来在《弥勒菩萨》的《宝行论》里面解释的时候也好 或者说是《龙猛菩萨》的《斩法经论》里面解释的时候 围绕这么一个重点 所以直接并没有转密法的法论 没有这么称呼 但实际上间接可以以识成为密法相关的 还要接近密法的 因为第三传法论里面包括《华严经》里面的很多道理 讲的是一些清净的一尘茶有为圣服 诸如此类的这些道理 一般是一传法论 二传法论当中根本找不到 就是设计不到的 更生的法 所以就可以这样承认 那这个一传法轮传达法 二传法轮传达法 这三传法轮有没有一个刺激 它有一种理解就是 它的一传法轮 它二传法轮的时候 实际上是对它这个一传法轮的一个部分的附近 它刚开始说这个四圣纪苦极灭道 它到大成的时候就是无苦极灭道 新经中也讲了 是不是它对它这个苦极灭道也都放下了 然后到三传法轮大光明的时候 又这个一个大圆满 又是对这个二传法轮和一传法轮的一个附近 有这么个刺激吗 对 我刚才就是讲的也是这个 所以第一传法轮的时候 我们一般普通根基的这些人 因为自己给他讲万事万物都是空性的话 对他们来讲还是很大的打击 没办法接受 所以先万法的存在就跟他讲了 讲到这种存在应该是没有一个识者的 全是空性的 到了三传的时候也不单单是一个空性 如果单单是一个空性的话 堕入一个断边是单供了 还有一个光明部分 但是这个光明部分有不同众生的根基 包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也有很多派派之间的一些辩论和差别 它的光明部分 每个宗派对它的认知方式也有所不同的 所以应该可以您所理解的那样 就是从一个根基的人来讲 先懂得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然后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我们这个叫做先抉择空性 然后空性抉择为双云 利息还有等性 这叫做中观的四部境界 它一步一步地上来 大师您好 我想问一个比较世俗一点的问题 就是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六世代喇嘛 那个蔡恩加措写的很多情诗 在那个中国文学史上也算是几颗璀璨的明珠吧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 作为后世的来者 或者说我们怎么来看待 就是活佛他的这样一种做法 我们后面的人怎么来看待 他是怎么处理人性和佛性天人交战 然后理性和情感的冲突的 谢谢 首先因为我不是活佛 所以我很难回答一个活佛的问题 跟你一样的 所以非活佛要回答活佛的问题词 对我来讲是比较难 但是也可以发表我的意见 就是说陆施大来长安江族他是著名的诗学家 他当时的四个应该说是 翻映了当时一些社会的现象 也翻映了我们普通人对感情 对佛法 对当时社会不同的感想就这方面的 因此在藏传佛教当中他的十个事情很著名的 不仅仅是他 其实因为他是比较特殊的历史人物 所以他的有些四个已经翻映成中文和英文 这样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当时的一些生活情景 其实在藏传佛教当中这样的人物非常非常多 包括刚才他们有些说的 看起来比较保守的一些上师 但是他们写的歌应该是远远超越长安江所那样的歌 就是这方面包括现在藏文当中有相当多的 我个人认为因为藏传佛当时他的处境 从他的密传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要处理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 又要处理世间的关系又要处理出世间的关系 又要他扮演着一个活佛的绝世 同时他也对政权的参与等等 所以当时藏地的历史和政治也极为复杂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在这样的行事下 他的有些四个确实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表面上看来他的一些歌好像是讲到了 比如说男女之间的感情有些很美好的四个 但实际上他的每一句带有未来的一些收集和语言 同时他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的一些修法和修正问题 所以人们经常说长安江所的诗歌它有外 内 密有三层意思 我们普通在市场上看到的可能外乘的意思 哦 他描述了什么什么的 他当时出去的时候他就找到他的朋友去了 然后他第二天要回来的时候下了大雪 他的脚印已经印在雪地里面 然后他要求老狗千万你不要告诉别人或者我要暴露了等等 他很多一些情况我们世上看起来这是很具体的 很实际的 但实际上他里面也带有很多的 包括他当时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手机 就是这方面的手机 所以他翻译了很多一个成就者在世间当中怎么样 应对社会的这么一个道理吧 我觉得里面所讲的有些法还是很甚深的 你好 我再问一个问题 也是为我们那个我是河北的为河北放生联盟提请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放生联盟大约有三百多人 每年放生也有上百次 立下一个誓愿就是十年放生千次 但是在放生的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符合咱们这个 也就是说是积累了福德了还是造业 他这个比方说我们虽然是在这个放生过程中 要勘察这个放生的这个环境啊地点呢 是不是合适这个他这个生存呢 有时候呢也考虑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在放生过程中也会出现那边 放生比方鱼啊之类的是吧 这个出现就是说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死亡率 有的呢可能放生过以后 有的人就去捞去了 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在积累福报呢 还是在造业 这是一个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放生过程中呢 就说比方说这个鸽子之类的 可以打开它自己飞走了 有些那大的那个这个鸟啊 禽啊这个它是走不掉的 这个所以我们的同修呢可能就举起来 或者说往空中抛一下 这个呢是是不是会惊扰了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咱们是不是在度化 或者说在解脱它 是不是在造业 应该怎么方式就合适了 这是一个 另外呢就是说谈到放生这个问题了 我们这个放生群呢有产生这么一个问题 也希望你给指导一下 就说这个因为放生嘛 就是说本来是解救众生 但是呢就说大伙就可能就说厉害 誓言就吃素嘛 这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谈经讲啊 就是说佛在这个 佛法在世间呢是不离世间 世间觉 但是呢这个这个这个过程中呢 可能就说有些有些问题呢 就是说有些情况避免不了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坐到昏桌上了 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这些这些同修们就不能理解 或者说就是产生敌视了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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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冲突和矛盾啊 好 谢谢 可以 没事 第一个问题啊我是这样的 放生我特别欢喜 而且我发愿放生然后劝大家放生 应该也有隔了二十多年了 在这个放生过程当中也发现了 就是有些刚才你说说的有些问题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青海参加一个 就高峰的藏传佛教的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里面有些歌戏 也通过书面的文章给大家说 放生很危险的 什么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的 有些时候生命不能保全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不如以后要提倡放人就可以了 灌在监狱里面或者什么什么可怜的这些 在医院里面的这些 生死关头的一些可怜病人等等这些 他作礼强调不放动物放人 后来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也给他发表一些意见 因为我看了他的一些想法 实际上我们放生当中存在的个别问题全部集聚在一起 所有的放生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其实也不舍你刚才说的放生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放生过程当中雨放在水里面 其他的人跟着来捞走了 我们放鸟的时候有时候是不能飞的 别人把它踩死了或者捡回去吃了 或者说我们把淡水里面的东西放在其他里面 这种情况是有没有呢是有的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觉得放生功德不大 放生没有意义不是做福的不能这么说 其实我们放生完全百分之百是造善业有功德的 但是在这个方式方法上面我们作为一个放生者 应该要细心研究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要买僧的居士也好佛教徒也好 他们不能盲目地有了钱明天凡是在市场上买一些东西 这个是能不能存活都不管凡是明天去放 这是对生命不负责对自己的钱财不负责的 所以我们要求你明天要放的这些 先去考虑一下这个放完了以后能不能存活 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要看看 如果是假养的话你放在山上是肯定活不了的 这样的话那么第一个是存活的问题 第二个你要放的地点 看如果它是飞禽的话放在什么样的公园里面 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次参加一个放孙 他们都是没有选择公园 所有的这些鸟全部都在大路上放 结果车来了好多都被压死了 这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所以特别不合理的 这样的话那你刚才说的别人会老啊 这种有没有呢这个是偶尔会有的 但是我们如果先去考察放的地方 我们在别的一些地方包括成都 我们资争罗路堪布方圣 他们都是这一帮居士很有经验 他们前两三天开车到处都去看 有时候是去大概四五个小时以外的地方去看 这个地方很安全的然后就盯在这里 然后去我们房的时候也路上需要坐三四个小时 然后在那里放比较安全的 在这种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有些人老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是我们不会有大的过失 这是少部分其实这个放生的时候 好多都是放在这么大的水里面 可能有部分的老一两个 不一定全部都是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对利害关系可能也要用智慧来 再去细致地去分析 分析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尽量让他们要放的 能存活率比较高一点在这方面想办法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放生的时候吃熟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是建议还是放生的时候不管怎么样 平时如果能吃熟当然是最好的如果实在平时不能长熟 一般在放生的举行活动过程当中 人人都是要吃熟 否则你一边放生 一边吃肉的话 好像这个是不管怎么样发心再怎么样清净 其实《六咒谈经》里面说 佛法不离世间法也并不是说世间人非要吃肉 我也非要吃肉不是这个意思 因此世间的有些行为要随顺 而且佛法其实世间当中都造出了它的真理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我们世间人偷东西 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也去偷东西 世间人搞坏事我们也因为他就是世间人 我也跟他一起搞世间法干坏的东西做坏事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一般我们不管怎么样在放生期间 一定要大家用一种舒适观 这个是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有好处的 刊布好 然后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也在读刊布的书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书比较浅显易懂 但是我想请教刊布一个问题 因为我也跟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也不是佛徒 但是可能他们也有这种好的善念 然后我向他们推荐刊布的书 但是我想请教刊布 就是说如果他们仅仅是读这样的书 可不可以究竟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刊布 我最近也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我其实一直在跟我的师父 日常法师学习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 但是我学的过程当中 我现在觉得会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呢 是我觉得我要不要特别特别的快 就是每天我都听很多的 这个看很多的书 第二个呢 就是我想请刊布帮我指点一下 看我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来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 因为我觉得这部经是非常殊胜的 但是由于我的这个智慧不够 可能我还需要刊布指点 就是说看能不能用一些别的办法 能够帮助我 就是来学习这个 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是 就是我想请教刊布 因为其实我们的时间都很有限 我们也在观无常 当然我们要放下执着 然后有的时候 我想可不可以在梦里的时候 我们睡觉的时候也修行啊 有应该有什么办法没有 请您指点一下 第四个呢是 不好意思 问题有点多 就是第四个问题是 今天上午的时候 老师也提到了一禅题 就是说这样的人 可能他们没法去做修行 另外我也看到一些书上说 其实当然我想为人的话 实际上很好了 因为可以人天 修罗都是可以来修的嘛 但是我们在人的里面 也有好多的 这个有一些有疾患的 还有一些就是精神啊 各方面都有问题的人 他们有可不可以帮助他们去修行 或者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这也是其他几个师兄 师姐很关心的问题 谢谢您 问题比较多 我都全部忘了也不知道 是吗 第一个问题我来说啊没事 我能记不住的时候才说 我刚才心也有点散弱啊 第一个问题你说刚才这本书 《苦财是人》是吧 《作财是人》 这两本书我主要是给大家讲课的过程当中有些故事 用现在的一些世间法的语言来做成书 里面基本上讲一个故事 讲一点道理 现在人可能时间有限 而且每一个文章都不是特别长的这样做的 所以你刚才问的能不能道究竟 我想可能改变一些观念是可以的 因为这里面也并没有讲 像《大圆满前行》里面所讲的一样 更深的一些专业的佛法没有讲 只不过我想这本书看了以后 也许可能以前的一些恶的行为有自己一种提醒的作用 将来自己怎么样为人处施和做一些 世间当中成为一个比较善良的人 我们修行人说稍微记得 紧张的 爱这样的 我的目的这里面也没有讲更深的一些修行境界 只不过是在后面部分我就讲了一些 关于现在很多人对死亡的问题 就这些方面稍微讲了一些 所以这个能不能到达究竟呢看看个人看这本书通过学习 有些人按照禅宗的根机好像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教言 也有开悟的如果有这种根机也很有可能究竟开悟的 有这种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说的关于 《菩提道次第论》 其实原来我97年的时候当时刚开始找到 一个日常法师的一个菩提道次第的光盘 当时我刚开始也不太懂关于这方面的 汉地法师对藏传佛教的学习 我有一次发往生病在成都 有一个叫国际大都会那里养病 然后我天天拿着一个黑色的小录音 听日常法师的录音听了大概一大半吧 后来就没有听下去了 其实我很欢喜日常法师讲的 后来我们学院里面的一些堪布也讲了 还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 菩提道次第论是特别好的 但是很可惜的后面部分很多人都听不懂也看不懂 因为《菩提道次第论》 宗喀巴大师做的时候也是 他写到最后的时候太深了 他就害怕没有人看懂准备不写下去 结果文殊菩萨现前让他 你再写下去的话应该有人看得懂 宗喀巴大师有勇气 固执勇气有写下去的 确实现在我看去年伊西干部也是 到后面部分没有讲下去了 他都可能不是不会讲的 但是后来因为世间还是什么原因 日常法师后面也讲得比较劣了 所以到后面部分可能比较难了 我还是很建议大家还是学习这样的 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特别好 我经常说《菩提道次第广论》 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这个法两个应该说是 如今我们修行的最圆满的一个百科书 然后第三个问题 你说梦中有些情况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人身有限 但是梦中也做善事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虽然宁玛巴的有些密法里面白天修善 梦中也修善的有些窍诀 但是这种窍诀应该到了比较高层次的时候才可以修行 所以我们还是喜欢也可以这样修下去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在世的有机人 精神经 对 你说一禅体的事情 这个事情一般精神善也好或者他的邪知邪见也好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障碍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当中实际上《六处谈经》里面也讲了 真正的遗产体好像也是不常理的 包括《密列菩萨的经庄言论》当中也讲了 只不过暂时这些人是业力深重 从他的智慧上面也好身体上面也好各方面业力深重 如果他自己也是依靠这种因缘 对佛法生起真正的信心 产生出离心 然后我们身边的人也是经常不因为他的残缺 不因为他的邪见让他排斥门尾 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他 这些人一定会能对佛接上殊胜的因缘 这是历史上也可以看出来 很多人刚开始学的时候 包括我们马鸣菩萨很多都是刚开始试外道 而且特别排斥佛法的但从邪见上来讲 应该断了善根的那种遗产体 但实际上后来就成为佛教的弘扬佛法者 我想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佛教的精神也是这样的 应该是对这些人进行努力的话 会发现他善的种子 他刚刚问的精神机会可能主要严重点就像精神病那种 他说他能帮他吗 对 但是我们不管是精神病还是什么样的都应该去帮 看不过我的理解是不是说 其实就算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见闻修佛法 但是我们可以用心中的愿力或慈悲的愿力去 不停地帮他祈祷跟祈福帮他联集一点福报 去消化的一些业 然后去用我们可以做到的这些事情去帮他们付出 对 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 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的题文时间到此就结束吧